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17号星期二 咱们今天来聊一下12月16号林郑月娥去北京述职的事 外界都注意到了 习近平和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的地点不一样 习近平是在中南海的迎台接见林郑 而李克强是在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会见林郑 这个地点不一样也有可解读的地方吗 有 不在一个地方说的就不是同一件事 本来林郑月娥来一趟中南海出了南院 就是党中央进北院国务院 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也很方便 可是李克强偏偏就不在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见林郑 不和习近平在一个地方办事 就显示出咱俩有区别 也就暗示出习礼对待香港的态度有所不同 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充满了各种雅谜和暗语 新华社所报道出来的习礼两个人 关于香港的谈话重点和语气都有些微妙的差异 习近平对林郑月娥的语气就是肯定支持 我是你的坚强靠山 谈不上批评和鞭策 习近平说面对各种困难 你就是指林郑月娥坚守一国两制底线 依法施政客进职守 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是以抚慰为主 对于目前香港的经济衰退 习近平对林郑也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 反而还说你带领特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什么辅助企业呀 舒缓民困的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深层矛盾问题 反而是夸奖林郑说你在香港非常时期 显示出担当和勇气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然后呢习近平就重复了他今年11月份 在巴西金庄国家峰会上所说的 对香港问题的三个坚定不移 重复这个立场也就等于说 我就是你的大靠山林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 那么李克强对林郑月娥的谈话呢 就要暧昧一些 他也说了一些林郑月娥输为不易 中央充分肯定之类的话 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些鞭策 暗有责备之意 比如他说当前香港还没有走出困境 那么特区政府就要加紧研究解决 香港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矛盾问题 等等啊 那么习和李呢是目前政治局里面 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位 他们肯定不会公开体现出分歧 那么两人之间细微的差异 他所体现出的信号就需要重视了 就折射出中共高层对于香港事态 和对林郑月娥本人有不同的看法 通常呢这种细微的信号 是需要拿放大镜 放大个几十倍来看的 现在香港其实是进入了后人权法案时代 11月份美国国会通过这个香港人权法案 川普总统又签字以后啊 这不仅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啊 甚至是香港在97回归以后整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之后 中共体制内和香港建制派之内 他们彼此意见的分化 我认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12月初香港作家陶杰透露 有一个具备红色背景的富商去美国 结果在机场就被人堵入了 到了美国之后呢 就被边境官员请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喝茶 就去谈话谈了几个小时 就被告知你不得入境 远及返回 而且这位富商呢 在政界还不算特别活跃的人士 另外还有消息说 香港的中共喉舌媒体文汇报的记者 想入境美国也被拒了 还有星岛新闻集团的老板合住国 入境美国也被拒了 那么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实施以后 到底被应用到哪些人身上呢 哪些人受到了签证制裁呢 美国政府这方面比较低调 它不会公告的 受到签证制裁的当事人本人也不想声张 但是呢香港的那个文汇大公集团 出了一个声明 谴责美国践踏新闻自由 那么大概这些喉舌媒体的人 被列入了签证制裁名单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美国这个法案一通过 看起来它就是付诸实施了 还不仅仅是冲个门面做个样子 这是一件事情 再有香港自由党的主席田北辰也说 这个人权法案出台以后 他的商人朋友们都人心惶惶 就连他自己也不敢去美国了 害怕因为自己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受到制裁 你看现在港商全国人大代表 过去是红顶加深 对吧 现在成了一个负资产了 害怕受到签证制裁 再加上这个冻结财产的处罚呀 这一系列措施 足以让这些有着深厚国际利益背景的 港商们 金融界人士们 主动和林郑月娥和中共的强硬派 拉开距离了 再有呢 11月份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建制派的大失败 也是沉重的一击 它不可避免的会有政治后果 会造成香港建制派和林郑月娥之间的裂痕扩大 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已经发生了 比如12月初 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提出的 弹劾林郑月娥的那个动议案 虽然在香港立法会被建制派给否决了 但是呢 这个建制派的最大党 民建联的主席李慧琼 在否决弹劾案的同时呢 也批评了林郑月娥的施政 有意思的是 有着资深保抗党议员之称的那位 蒋立云立法会议员 居然也支持成立独立调查香港警察的委员会 他的理由呢 是很奇葩 说这样会还警察们清白 估计在香港警察听起来 那简直就是高级黑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实就是区议会选举结果的显现 这个民建联 它是建制派的最大党 在区议会选举当中全面失守 由于他们担心选民基础持续流失 那明年这个立法会选举怎么办呢 会不会重复这个失败呢 他们就很担心 所以在不得不保林郑月娥的同时呢 还得批评香港政府 他就干出这种比较精神分裂的事情 那随着明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日期的接近 建制派感受到的这种压力还会上升 这个精神分裂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而民主派呢 现在看起来在体制内不断发起 针对林郑月娥和针对警察暴力的动议 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 虽然说达成这个议会斗争大翻盘的结果 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它能够给林郑月娥和建制派出难题 能够恶心他们 就是你每冲击一次 就会让建制派和林郑月娥的距离拉大一分 大家想 这个建制派 它没保一次林郑月娥 那等于就是在选票上给自己放一次血嘛 就不断的刷新香港选民厌恶他们的印象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在保林郑月娥的同时 还得出来表态 说我其实也不赞成香港政府的做法 其实我们对香港警察也是有意见低 那就得不断逼迫他们公开出来做这种表态 重复这种表态 那他们和林郑月娥之间的裂痕也就越深 林郑也就越发孤立 再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前 香港监警会的外国专家组提出总辞职 他们在声明当中所举出的理由是 认为香港这个监督警察的机构监警会 独立调查的权利很有限 本来呢 这个外国专家组就是林郑月娥请来的 外来的和尚 是她堂塞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做法 她就对外宣称 现在这个监督警察的体制就是有效的 只要再多聘几个外国专家 她置身其中来几个外来的和尚 就足以满足市民的要求了 结果呢 这一波外国专家9月初才请来的 三个月不到人家就表示我不干了 这个调查工作进行不下去 人家又不想当你宣传站的炮灰 把自己名声给搞臭了 就干脆走人了事 所以呢 这等于向国际社会坐实了 港府是在抵制调查 隐瞒警察暴力嘛 所以这对林郑月娥又是一大打击 当然还有12月8号 香港80万市民的大游行 她向这个港府和北京 传递出了一个明确信号 港府他们所期待的香港市民 对于五大诉求的耐心被消耗殆尽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那只要你自己这边的阵营保持完整 那对手的阵营就会发生分化了 所以这个香港建制派体制内和中共体制内 他们的意见发生分裂 这个趋势是难以避免的 今天的关注点呢 主要是在习近平身上 对于上面这一系列信号 他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说之前他是受到了 无能的情报系统的误导 或者说是故意给他挖坑 提供假情报 那么11月底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就传递出了明白无误的信号 到底民意是在哪一边的 到底这个五大诉求 在香港民众当中的根基扎不扎实 那这个时候他对香港的民情怎么说 也都应该了解了吧 可是他现在仍然是力挺林郑月娥 仍然是坚定支持这个负资产 也没有留转环的余地 习近平呢 他是立志要成为中共的一代雄主啊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啊 他对何为强大的理解 有着严重的缺陷 习主席大概觉得能够死扛 能够承受压力 宁折不弯 这就是强 可能在陕北梁家河挑麦子的经历 对他这一生影响都很深刻 他其实缺少政治强人的一项关键素质 就是灵活性 灵活性呢 其实是比较好听的一个说法 说的难听点 就是不要害怕自打耳光 政治人物 他得能够敏锐的体察现实 迅速切换道路 推翻自己之前所做的重要决定 其实真正的强人呢 在历史上 他都具备这种灵活性 你别管是善是恶 有灵活性本身 他是有力量的体现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我认为 他其实成不了习特勒的原因 这个习特勒呢 是反习人士给他送的外号 意思是 他有可能成为这个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现在看起来呢 他离那一步 其实素质上 能力上还差得蛮远 要知道 习特勒呀 他的手腕是具备相当大的灵活性 他可以觉得 金势而左飞 做180度的大反转 他从来不会在意被人认为是自打耳光的 习特勒的全部构想的核心 就是要消灭苏联 肢解俄罗斯 他认为德国民族的未来生存空间 只能够向东寻找 如果说 这个习特勒是一个魔王的话 那么这个共产主义 那就是连魔王都不能容忍的东西 是神和魔都要消灭的东西 这个轴心国集团 它的前身 就是1936年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轴心国它的诞生就是一个反共组织 从纳粹党产生之初起 他就和布尔什维克不共戴天 但是呢 希特勒他为了先解决西线的问题 获得日后全力进攻苏联的力量 他在1939年和斯大林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在当时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的 元首你不是坚定反共吗 你怎么和斯大林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呢 你活着就是为了侵犯他的嘛 而且这个条约一签就是十年 但是希特勒并不在乎别人觉得他是不是自打耳光了 他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也都没打算遵守 但具体什么时候撕毁他 什么时候这个条件才成熟 签的时候当事人是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签约的时候压力还是有的 其实斯大林也是不怕自打耳光做出180度的转弯 很多对苏联抱有美好幻想的左翼人士 也是因为苏联和纳粹结盟就抛弃了苏联 中共创党人陈独秀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件事情能体现出希特勒洞察现实 调整手腕的灵活性 就是他推行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的过程 开始他是扶持在奥地利的纳粹党 想利用他们来渗透和颠覆奥地利政府 也纵容他们采取一些激进手段 在1934年7月份的时候 奥地利纳粹党就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 但是很快就被当时的奥地利政府镇压了 这些纳粹分子就大批逃往德国 那这个时候希特勒羽翼未封 德国恢复征兵制是1935年的事儿 那个时候1934年 希特勒德国的全部兵力也就不超过10万人 当时意大利独裁者莫索里尼不支持德国兼并奥地利 他是害怕德国过于强大 所以发生了刺杀案以后 这个莫索里尼立刻成兵 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宣布支持奥地利独立 所以希特勒当时立刻就调整态度 马上就宣布不支持奥地利境内的反政府活动 要求他的政府马上和奥地利恢复正常的关系 完全把锋芒收敛起来 等待时机 希特勒就有这种灵活性 那些不真正具备力量的人 他对于强大总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就认为强大等于不做出改变 他们在乎的是如果我做出改变 会不会被人视作软弱呢 他们头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想就是 如果我做出改变 别人会怎么想 就是冒出这个念想的时候 别人怎么想 就可以说你已经输了 历史上的那些圣君和魔君 那些具备了强大力量的人 他是从来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 在那个美剧权力的游戏里面 老兰尼斯特 台湾Lannister 教育他的长子Sir Jamie 杰米爵士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狮子是从来不会在乎羊怎么看的 他们兰尼斯特家族的族徽 就是一头狮子 其实也就是教育他儿子 为君之道 真正的强忍关注的是实际的结果 而不是别人的言辞 不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 他们只是非常清醒的依据现实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实今天后来这一部分 是有点讲到帝王心术了 是有点厚黑了 所以就不深谈了 咱们总结今天的话题 习主席是很难成为习特勒的 他其实也很难成为像蒋经国这样的强忍 因为从他这一系列表现看 他缺少真正强者所应该具备的灵活性 也缺少对现实的洞察能力 他这种认知上的欠缺 这种脱离现实的顽固性 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是一览无余 今天最后介绍一下 我一月份去台湾 本意是去看一看台湾的选举 但是现在看起来 2020年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悬念 未必有那么大 其实这也是拜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顽固所赐 那些和中共走得比较近的政党和候选人 他肯定就不会受到选民的青睐 预计我过年之前就会回到多伦多 在台湾期间我会尽力找时间做节目 但是还是想放松一下 所以也就不保证什么了 这是我多年以来在中国新年以前去最有年味的地方了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台湾 在加拿大是没什么过年的气氛 多年也就习惯了 我就是每年在中国新年之前 会去看一次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那这次去台湾呢 当然不会一直待到过年放假 到处也关门歇业了 人们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 那我那个时候待在台湾好像也没多大意思 所以我目前预计在过年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 就会回到多伦多 所以预先把这个安排通知大家一下 那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